在这仇敌的攻击之下 我们要明白的几个事实 就是神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 就是在这样 世界逼害信徒当中 神要许可 为什么 因为祂让这个恶人的罪恶满盈起来 然后最后神会施行审判除去那个恶者 所以在今天要读的这一章里面 我们会看见今天和下周 我们读完第十二章 下周各位会看到西律王他被虫咬死 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施行审判 审判了加害神子民的那些恶人 所以信徒要懂得等候 要听凭主怒 这是一点 然后在当中 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 在当中借着逼迫 神的道一定会兴旺 所以十二章二十四节这里说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光传 所以当雅各殉道 彼得也被拯救 然后他逃亡之后 有这句话出现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很快的 十三章我们就会看见 伟大的宣教工作 就起来了 各位 差不多这就是 《使徒行传》的一个内容 各位掌握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